海关总署22号决定自即日起恢复台湾地区石斑鱼输入大陆 国大办发言人朱凤莲表示 愿与岛内有关方面共同努力 继续为恢复台湾农鱼产品输入大陆提供帮助 朱凤莲22号表示 因多次从台湾地区输入大陆石斑鱼中 检出孔雀石氯 结晶子禁用药物及土霉素超标 基于保障食品安全和大陆消费者健康安全的考虑 海关总署自2022年6月13号起暂停了台湾地区石斑鱼输入 一段时间以来 岛内石斑鱼业者通过多种渠道表示 愿意采取有效措施改善产品品质 确保输往大陆石斑鱼安全 中国国民党政策会副执行长 中华华夏农经协会理事长苏清泉 以及台湾两岸农鱼业交流发展投资协会理事长黄一成 积极指导岛内业者进行整改 带领岛内业者来大陆参访 表达了关于石斑鱼输入大陆的强烈愿望 提供了部分岛内业者的整改情况 在综合评估相关整改措施的基础上 海关总署决定自12月22号起 恢复台湾地区石斑鱼输入 输大陆石斑鱼需来自审核合格 并予以注册登记的养殖企业 据了解 一些台湾石斑鱼养殖企业获得首批注册登记 这些企业即日起可向大陆输入石斑鱼 朱凤莲说 只要坚持九二共识 反对台独 两岸就是一家人 一家人的事情就好商量 好解决 我们愿意与岛内有关方面共同努力 继续为恢复台湾农鱼业产品输入大陆提供帮助